Hello 大家好 又升三晚了 今晚的女王可能不太太清晰 不想上鏡 但可否和大家說個Hi 女王 Hi 聲氣都不太大聲 陰容遠在 但梁議員氣色不錯 I'm too pure for the purge OK Pure from the purge 一火過火就更清晰 那樣子很難得邀請到梁議員 今晚的賽後檢討 是 首先我要多謝這個forum 讓我在大約一個多月前 盡情說了 這就是版本 那次是選前的 如果大家喜歡看的話 可以看到的 因為我在其他的地方 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講清楚我想的事情 其實這個forum 對於很多人來說 就是很完整地了解 我在當時對於我出來出選的了解 那時候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我都會 就著那些不同的討論的 所謂議題 我會有些辯奏 但是forum 就是 我在 所謂參選 的特首之後 是最完整的 給我講話的了 因為我那晚 我記得是呂王都說 喂 你講還是我說 我講還是你說 我講還是你說 有很多事 有很多事 所以就是 今晚 已經是 三二九了 其實三二九已經過了 其實就是 黃花江 還有半粒 黃花江 1911年3月29日 就是黃花江起義的 當然1911年 和19… 和2017年 減一減 其實已經是96年 就是差不多 106年 錯錯了 106年 就是過了一個世紀 莫哥說 你還沒喝都已經大了 我很羨慕你 莫哥說已經喝多了 是的 所以我多謝forum 我和呂王 只有兩年資源 多謝大家給我上來講 講清楚的問題 其實就是立此存志 信則有不信則無 起碼講清楚 人家信不信人家的事 是的 我們一向都是說 一人一支麥克風言論自由 最重要是 給大家講清楚 還有這裡 最好就是吃煙又可以 喝酒又可以 我更多一集 燃灰光伺候 等我馬上拿走錢 是私人地方 是 要不要坐錢 我們不用直接正確 我們要解釋清楚 我們是沒有任何紅厚的資金 我們的金主 就是在現在鏡頭右手邊 那位戴眼鏡 然後 楊先生 對 那位少先生 楊先生這些 武師奉獻都很重要的 而這個不是西環資金 而是中環資金 是中環資貓 我又不用收西環錢 我相信 輸歸正傳 我相信 在3月26日之後 有很多余波妙妙的 小弟率先認得錯 我上來那晚 我猜 共產黨 即所謂的習近平 就會有票給曾俊華 做一個造王者 我覺得法民這樣做是不對的 既然我猜錯了 我當然立刻在3月26日已經道歉了 我猜錯了 實際上不是這樣發生 但問題是 其實我當晚上來 我問了大家 你是否有人告訴我 共產黨控制不了601票呢 如果共產黨控制不了601票 泛民或者是 All-in-John Dunn是對的 如果我們知道共產黨控制601票 無論你是 叫他陰點John Dunn或者陰點 Carrie Lamb都是浪費時間 這個就是我的立暖點 我覺得 我是錯了 但當時的確有很多人都在猜 5-4-3 5-4-3 會走數 他只是說5-4-3 5-4-3 其實有些票會走 我覺得不是 其實我 自從我參選之後 我問過無數人 是沒有人回答的 如果我們覺得共產黨已經是有機會過600的時候 無論你倒在哪裏都是沒有意思的 那如果 如果 John Dunn是 就是這個 300加 就是326加777 老實說 就是oververmoney 我最怕這件事 換算 如果 我們有326票 我們投白票 而共產黨把票淋到 林鄭那裏 那他 也只有 777 我們就有326票是白票 即是說 我們是利用 我們的投票權說給你聽 777票是你的 326票就說 不好意思 我是不同意你的 boycott 那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呢 其實 如果不是 呂王 或者你叫我上來講 我也不想再說 因為廢商感情 原因就是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人去 反省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 曾俊華不給中共 陰點 而是林鄭又給中共 陰點的時候 其實我也公開講了 我問了梁家傑 兩三次 因為我就是 唯一對她 因為其他法民那些 都已經 不會對對了 我就是問 其實 大家是不是 反對中共陰點 林鄭 擁護中共 陰點 戰爭 因為 因為 三百家 一定不夠的 就是說你要多賺三百多票 但是他們一直都認為 會有的 這個也是我們之前提出過的問題 梁議員 雖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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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反對 中共陰點 林鄭 贊成 擁護中共陰點 Johnson 因為 你三百多票 不夠贏 但是他們的說法 大鋒哥 他們的說法 就是陰點 有二百多人會走過來 就不關陰點 他們一直 這段時間 和他們 這段時間 網上的討論 和熱戰 就是 唯有曾俊華 能夠拿到建制 能夠拿到雙家 給對方看 就是說那幾百票 那二三百票 就會走過來 那 其實現在沒有發生 沒有 這就不會發生 即是全面就引到他 過票過來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的 其實老實說 到了最後那個星期 所以我覺得你很厚度 你還說不想相感情 不想說這件事 你很簡單 但我覺得你在賽後檢討 這件事 很簡單 長毛一向都是這樣 他不會向同路人開火 即使怎樣被同路人攻擊都可以 很簡單 你就是 最後那個星期 李柱銘、黎智英、梁家傑 全部都出來了 那你敢不敢報到共產黨 共產黨拿著777票 就不給你了 當然走那幾票 就是 326 再加30多票 就是蔡生的票數 這個其實是 那30多票是不是專業議政那些票 我不知道 其實我記得我那晚上來講 都是喝紅酒 有人告訴我 如果共產黨控制不了 601票 那我就是他 如果共產黨控制了601票 就我對 原因就是 很簡單 就是說 如果共產黨控制了601票的時候 如果你泛民全入 601加 320多 差不多接近1000票 我覺得沒有必要做一個 就是拜物教 是不是 就是一個圖騰出來 那 這件事其實 如果不是 你們上來找我講 我都算了 因為其實 我在這個 星期日我已經說了 就是說 我猜錯了 我猜不到 習近平是真是 會捨棄當真的 那我道歉了 我道歉了 如果有人要追殺我 就說 喂 阿長毛 你故事得很差 你會不會要自殺呢 我覺得自殺就有很多人 其他人 賭輸了 很多人 其他人 或是撤J 都可以 但明確表態 的確是在做世大會之後 就是下閘那一下 即是星期五 老實說 如果你說 莊曾在愛定堡廣場 之後 其實他已經很快 去 tune in 我記得他在星期六就說 林尚月娥其實是被人妖魔化的 其實是不應該的 我希望 大家給點時間 林鄭月娥 這是星期六說的 即是3月25日說的 3月26日 他又說了另一番話 就是 希望大家再給多點時間 林鄭月娥 自己就覺得 我就 很想休息一下 我的團隊也要賺錢 其實 是我上來那晚說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 John John 不是一個careerist 他是一個politician 都不是 politician 再上一級就叫做statement 即是政治家 政客 和一個 找工作做的人 即是John John 到底是careerist 還是 politician 還是 Statement 他是自己控制的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人覺得 他是一個 香港的希望 香港的希望 我覺得很失望的 很多人都說 John John 這次這樣做 是令香港人有希望 OK 這個 魯迅有一個說話就是說 希望與虛妻正同 希望與虛妄正同 如果你在一個forse hope 和一個illusion 差很短 很短 就是說 一張紙那麼薄 其實我現在說 如果John John 已經決定了 不會出來的時候 那范文就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 當 范文將一塊石 擺在廟裡面去拜 是 拜密教 那間廟現在沒有香火 那怎麼辦呢? 那廟祝公怎麼辦呢? 這就是問題 我是在3月26日 在港台的節目裡面 我問了阿杰哥 大家上網看到的 就是3月26日 港台的節目 就是最後檢討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泛民覺得 莊珍是一個勢力 他不是一個勢力勢 那現在你就要告訴香港人 那為什麼他不是一個勢力勢呢? 當時記不記得 他為什麼會認為 莊珍真的可以拿到 建制派兩三百票? 因為他有小部份的建制提名 小部份提名一回事 其實大家都一樣 我的估計就是 建制派 如果習近平可以控制建制派 如果控制六百零一票 就算走票走得一拍票 那也是五百零一加 三百二十幾都是高票 五百零一加三百二十幾 差不多九百票一個 就是只有董建華 才可以有這個風頭 即九成選票 七成多 我的說法很簡單 你為什麼 為人作戒之上 其實我的說法就是 如果 莊珍果然是 習近平選出來的 我們何必要令他 變成一個 為何要加冕他 等於支持他 其實我講的就是 泛民主派 民主三百家 是反對中共 陰點林鄭我 但是 希望中共陰點 陰點 這個不是我今天講的 我其實在這個 上個禮拜五的Now 和在禮拜天的講堂都問了 傑哥 我就說 那你們是不是 意思就是說 陰點 曾俊華 你是收貨 陰點 林鄭月娥就不收貨 嗯嗯嗯 我和蕭公子一直都在想著 講著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三個出得來跑 都必定是pre-approved 是 其實三個 你可以說 是三張牌 第二 三張都是 中共 無辜未必 但是 John Dung和Carrie M 就一定是 為什麼 就是 他們會覺得 我既然 中共要陰點 林鄭月娥 那不如我要陰點 曾俊華 我all in 就可以促成他 當選 這件事就是 其實你的Lesser Evil 是不是真實存在 現在去到今時今日 大家看到的就是說 真是阿爺吹雞 全部都跪下 根本是 system by default 是這樣的 是一個K型的制度 梁議員就是 維斯芬先前的判斷 你看回forum 第一集看到的 我也說 多謝大家給我的時間 因為那晚其實 是我多說過大家講的 我記得 現在也是 應該是 其實很簡單 我的立法很簡單 就是 有人告訴我 共產黨控制了 不到150票 我就當我輸 現在原來共產黨控制了777票 那你all in 如果是 all in曾俊華 共產黨是all in 曾俊華 那就是一千多票 77加235 就是過一千票 我們只有一千一百九十四個選委 就是說 我們做了一塊石 如果我假設泛民是上帝的話 就會跌入了一個背論 就是說 如果你是上帝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創造了一塊石 是你會舉不起的 那 either 你就不是上帝 或 那塊石 是對的 是有地心吸力的 其實 這個paradoc是 很傳統的背論的爭論 就是說 如果有上帝 那上帝是全能的 那上帝能不能夠發明一塊石 他都舉不起的呢 嗯嗯嗯嗯 這個背論當然是 大家都意識能詳 如果你應用在今天就是說 如果泛民 是想透過習近平做一塊石 的話 那你那三百二十幾票 是不是做了一塊你都舉不起的石呢 所以就是說 豪賭了一鋪 我的說法就是豪賭了一鋪 那我就 因為我不是 別人的肚子都是蟲 我猜不到誰是真是假 問題就是 我純粹是計算的 我一向都說 冷血度是結冰那一隻 到底阿爺 控制到還是控制不到 所謂的兩百幾 舊堂型 問題就是很簡單的 可能是 可能不是 沒錯 就是說泛民就覺得 其餘的八百幾票 裡面 就是阿爺控制不到 我就問他 你是不是跟我說 就是說 共產黨不能夠拿到601票呢 那泛民從來沒有答過 哈哈哈哈 從來沒有答過 就是提名都五百八了 不是 我也錯了 但是問題 我錯的就是 我認為阿爺會控制到601票 我就認為 如果阿爺加莊曾 我們就很嚴重 現在倒轉來說 就發生了林鄭 即是七八七七七票 現在對泛民來說 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是叫莊曾出山 你是叫莊曾出山 來做我們的共主 還是不是 莊曾就說了 莊曾已經卸了 就是說 給他一些時間給我 什麼叫做給他一些時間給我 就即使說 她會退居二線 就是apan and see 即是她是叫她擁躺 不要再去 即是 打扯林鄭岳 給她一些時間 這個江澤勞的說明是很清楚 就是 現在走了 亦有人問曾俊華會不會加入立法會 他說他不想做Regina 2.0 今天我都看到蓮月曾篇文 亦有說過泛民裝憎這件事 可以成立一個類似保守的中產政黨出來 連北京都可以接受 那就是蕭永鮮說的 蕭永鮮說他成立香港保守黨 你練習不懂歷史嗎 蕭永鮮說 我是希望香港有錢人出來從政 自由黨也不夠 他成立一個香港保守黨 蕭永鮮說其次鮮明 學英國保守黨 但是已經有這個自由黨 已經有這個葉劉那邊的新聞黨了 那那些不算呢 還有經文聯 經文聯肯定更加 經文聯就是聽阿爺說的 這個新聞黨似乎是可以中立的 自由黨就是跟阿爺支持的 新民黨三票 加上自由黨六票 即是九票 那怎麼辦 所以不是說 你家福保守黨 已經有人搶了那一格 這個不關你的事 蕭永鮮說了 因為我跟他是朋友 我會多點明白他講話 但是你就算想找莊曾做一個共主 是吧 捧他出來 成立一個類似這樣的保守中產政黨 現在我看莊曾似乎就沒有什麼大興趣去玩 那這個就是我拖頭 神女有心 莫非有 傷亡無夢 泛民有心 阿俊華就無夢 神女有心 傷亡無夢 很簡單 就是泛民有心 我們不可以拖頭 不可以拖頭 因為政治信息反變 問題就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當莊曾已經說 OK That's it 那我要 扔白手薑走了 那你是不是要求他出來 老實說 莊曾出來 因為我上次走了之後 就沒有說過 莊曾是比陳太太更加不堪的 因為陳太太2011年 就是被董建華炒 或者他滅沙 這個千古之迷 那陳太呢 自從2011年 就不做過政務司司長之後 就滅沙了 跟著就因為葉劉回來 要選 那他就出來選 選了之後 就叫做 即是良心 那跟著 到2012年 2008年才離開 2008年 那陳太太也是經歷過 就是說 我跟我的老闆 I don't agree with my boss then I resign and I resign 我就會去選舉 那張珍是沒有的 即是沒有意思 張珍不是選立法會 他一選就選特首 那陳太太就因為不夠票選特首 因為共產黨針對他 那張珍應該去通過一個 努力的課程 然後去證明他是對的 即是 我有一首歌叫做 Impossible Dream 中間有一首歌詞 就是I'm willing to go through the heavily course 嗯哼 OK 如果張珍 是 即是養尊處優 由泛民去捧他上來 我們真的很養無理 那你也要通過一個考試 其實很簡單 今天DQ我 DQ其他人 一定有個席位 例如梁仲恒和游慧晶 一定是可以的 那到底張珍是否會在 by election那裏 去 就是 去齊集 就是去拿去那個support 那張珍 那張珍 如果張珍不是的 那 我就幫你 即是表示他不打算參加梵文那邊 我一開始說 careerist politician statesman statesman 就是最高的 就是一個政治家 politician 政客 careerist 就是官僚 就是一個找工作的人 那張珍是介乎careerist 和politician 中間 那indeed 那他就說 其實我不是politician 我是careerist 因為politician 都是出來競選的 要看他投完之後 會不會出來選 他會出來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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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絕對有條件 他要計他的隊員 每個人都贊 下一個大的hurdle 就是 肯定會面對補選 梁議員沒有說錯 希望不是你被DQ 肯定會多過一個人被DQ 梁宋恆已經有了 即是梁宋恆 尤其是在兩個位置 是的 他是在九龍西 或新界東都出到的 那麼 我現在就問 Johnson 你是不是出來 是不是 但他已經說明 他不想做Regina 2.0 那他就做施洗約翰 施洗約翰是 因為 皇帝不喜歡 沙樂美 這個公主 殺了他的頭 施洗約翰 那你是不是想做施洗約翰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 我這次看三個人的競選 我就一個 是一個非常之遺憾 就是 你看完他 你不知道他喜歡哪個作家 你不知道他聽什麼音樂 你是不知道他的personality 那就是說 我叫做 Carrie Lamb 我叫John Dunn 我叫做胡官 胡官好一點點 就是說 我現在認證 就是好像考證無官那樣 其實呢 某個程度說 就好像中國的 叫做對策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策文 策文 策文引起對策 就是說 在四書五經裡面 折一段出來 看你背書背成怎樣 看你背書背成怎樣 你知不知道 到底出源於四書五經是什麼 然後再發揮 現在呢 就是策文 策文之後 對策 就是這樣的 這個其實我們都在 無線那個 什麼差 叫做 黃永 叫什麼 龍門寺 龍門寺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一個 一個 Statement 一個Leader 你怎麼會 是沒有Vision 你的Vision 是要源於你的喜好 我同意 這個是同意 任何政治家 他應該都有一個 理想藍腿 那你 你看 奧巴馬 奧巴馬 講Change的時候 我看了一段片 他就講 美國黑人 黑奴被人 囚禁 一邊三分幾 我都哭 差不多 他說 如果今天我們要轉變的時候 我們就要跟 過去的黑奴 的時代 是Say Goodbye OK 其實奧巴馬當然是 對於 當年 2008年的時候 他就是 要是 令到 在美國裏面的 非Anglo Section的人 有一個反省的 這個 無論是 西班牙裔的 就是 南美洲過來的 還有 黑人 他就說 我們 The change is going to come 有歌唱的 Sam Cook作的一首歌 今天如果有得播 都希望大家播出來 那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 曾俊華 他在說什麼 我真是 看不到 大家都在說 那個政公最清楚 就是說 那個原則 細節還是細節 原則最清楚是胡官 關於22條立法 關於追究梁振英 關於保守 對於23條的 和831 他是很清楚的 細節政策的執行 另外兩邊的說法 就是林鄭 對於所謂政策 細節說得清楚 但是 其實在中間 的確就是 John Young 曾俊華 其實梁議員 一直都認為 他原則上不能接受 尤其是 對八三一一 不是太客氣了 太客氣了 而且 如果他和長毛的那個 經濟理念 我想更加相差得遠 但是這個 這個 廣民未必擁有我的經濟理念 的 泛民和我同的 就是說 universal salvage 還有 共產黨 不可以通過23條 是將我們現在享有的權利 拿走 這個是兩個共同點 如果John曾和我的分別 就是說 第一 831 先 胡官說了 就是說 將 提名的門檻 保持現在的百分之一 就是12.5% 和擴大的選位 到達100萬 和200萬 那 胡官是有一個解決的 John曾是沒有的 John曾可能說 其實我心裡也會拜你 不過我不方便說 其實 再說 就是說 當泛民覺得 去逼迫曾駿華的時候 就是說 其實就是和所有的 香港普通人說 阿爺 會不會拜他先 如果我們逼迫太厲害 阿爺不拜他 其實我們做民調的時候 就是說 做特首民調的時候 其實是議員的 第一 就是說 當一個去 在民調裡面 答的人 就是說 曾駿華有沒有機會 讓阿爺選 如果有選 如果有選 進去就說 喜歡和不喜歡 這個就是為什麼解到胡官呢 雖然是排第二 但是被別人 就是 氣 原因就是 胡官可能是對的 但是如果 如果 中共 不選他的時候 我們就 不理會 今天 所有的薯片 薯粉 都說 你說 你說了 白票 你說了 這個 小英子選舉 醜陋那麼久 有什麼得著呢 如果我們拿了 三百多票的時候 我們應該做王 這樣就是會 做生意 所謂編制效益最大 策略性 就是 我拿到票了 我會使用他 就是說 他假設 是阿爺 都 接受了 我們用這個 三百多票 去 令到 那個 編制效益最大 因為 如果你 射到海 投白票是不會影響選舉的結果 這是錯的 其實是錯的 三百多票 扔到海 就 領回八百多票 如果他們相信 是五四三的時候 就是說 第一輪是選不到的 不會分勝負的 如果那兩百多至三百的郵利票 都不投去林鄭那邊的話 就是說我們三百多票 就射到海的時候 就令到他們 第一輪流選 林鄭和 莊曾 不分勝負 都過不了六百 就去第二輪開始 很簡單 如果我們 香港人覺得 要表達我們的意見 就是說 不好意思 我是不批任何一個人的 我們有三百多票白票 就是我不覺得 選舉是代表我的 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大家對一張票 無論是 用薯片 和不用薯片 都好 有個屌字 是否你寫的 我想問 不是 就是 如果覺得屌字 都這麼開心的時候 我就問 為什麼 我們不是用三百多票 來講個屌字 如果我們 三百多個選委 都寫個屌字的時候 就是三百多個人 吵咎 這個 陰點 我實在說 現在 那些 薯片 覺得那個屌字很棒 為什麼 你不是一起吵 為什麼 一個人吵 就是很簡單 為什麼不升聖 好大一些 雜體去吵 三百人一起開聲 沒錯 這就是一隊樂隊 叫做 Massive Attack 不知道有聽過什麼 這隊樂隊 非常 非常適情的 Massive Attack 大家上網都看到 Massive Attack 意思就是什麼 不好意思 我是 All out Not all in All out and attack 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 今天 到現在 這一分鐘 我說 大家算數了 我猜錯了 大家不要再拘禮於過去的分別 大家一起去抗衡的時候 都有人跟我宣章 還繼續在這裡搞 應該就是 你又認錯 但對於豪島賭輸了 沒有人認錯 是 這是另一件事 認錯 我覺得錯 一定要認的 為什麼我不會認錯 如果我 攻擊梁家傑和何俊仁 我認為我沒有錯 嗯哼 因為 我再說一次 上次我不知道有沒有說 何俊仁 選的時候 我倒轉說 講梁家傑選的時候 是2017年的 我不知道上次有沒有說 2017年的3月 2017年的7月 這個基本法的附件 已經是不成功的 那就是 當時泛民很多人都覺得 是說2007是嗎 2007 那就是覺得 most likely 那個universal suffrage is going to emerge 就是說 2007年之後 當基本法的附件無效之後 共產黨會很快被普選我們 那很不幸的是 就是2007年12月 呢 僱仁剛才說了 就是 僱仁剛才說了 2012年雙普選 大家不用想 那麼我們 就是 人大常委 就提出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 2017年 可以舉行 特首的普選 2020年 都可以 舉行立法會的普選 那麼我們就說 OK OK 既然是2007年 12月 那麼 2010年 公社兩黨就說 說 我叫你了 那我就說 我要用這個 吾居公投 逼你 那麼當時 民主黨就 就說 我不會參加這件事 那麼 民主黨就換了一個 所謂 路線圖 時間表 2017 那麼 所以我倒算說 2012年的 何俊仁是 沒有可能譴責 小英子選舉 因為 you are part of it OK 那麼 那傑哥怎樣呢 傑哥就是 我講了就是 當傑哥認為 那個 universal surface 很快已經來的時候 他一定不會罵 小英子選舉 因為那個意思就是說 傑哥那個口號是什麼 就是說 有得選才是老闆 那麼有得選才是老闆 再充足一點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 我 泛民是有執政的能力的 如果將來有普選 但是這麼多年來 他沒有demonstrate as一個 影子政府 我們說了很多次 如果你說 as一個反對黨 你籌了一個 影子政府 as影子政府的黨魁 就是影子特首 那我們會相信 但是這個時候 就是 講完之後 一次又一次 我們不是不明白 共產黨一路走數 一路呢 騙我們 我們明白的 但是為什麼 一二再三 我們看到的是 strategy 其實不apply 得對的 還有 估計是錯股了的 形勢 不同程度的錯股 比如Mo哥的錯股 就是說 我不想為虎作將 萬一你陰典了曾俊華 你又跟劉鶴拍照 你又集握手 what if你真是 其實是被陰典那個 那我不想 加冕你了 我不想 幫你手 去endorse 你這個陰典 對不對 加冕我自己 還有這裡 不用回答 整支 你剛剛講傑哥 我想起他當日 跟曾蔭權選之後 曾蔭權選中 他說了什麼 他說 香港人贏了 到今時今日 十年過去 我不知道贏了什麼 我給你聽聽 其實有兩篇文獻的 一篇就是 傑哥說的 Wonderful 不不不不 就是說 他說他覺得 選了之後 他有一個很奇妙的 旅程 就是說 他怎麼選之後 覺得他自己 是有一個 很 一生人難得的經歷 第二個就是 張堅廷的 就是說 怎麼訓練傑哥 這兩篇文 還在 嗯 嗯 就是當時來說 就是他覺得 已經做了他的事 那很可惜 就是三月選完之後 十二月 就他已經 Wood out 嗯 是不是 這次也是的 你看到 又是走出來說 香港沒有輸 香港贏了 就是 這是問題 這個是阿Q精神 How 被人打完之後 就說我的兒子 要闊得多 那種這樣的性格 就是 長毛講老順 我又想要老順這個阿Q 但阿梁議員 又再進一步 認錯還認錯 就在說之後 怎樣做法文 老實說 如果說阿Q精神 我就是我的尼姑 小尼姑被人孝頓 你阿Q被人欺負的時候 那個尼姑 還念著 感情幫助阿Q 阿Q 當生效革命來之後 他就欺過尼姑 第一個就是 阿哥 是不是 他欺負過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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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尼姑 就是 當阿Q 什麼都不時的時候 是雪中送炭 是不是 我讀了兩個聽眾留言 最新兩個 Cat Yellow Cat 就說 現在是香港人要認真學習一下 什麼叫政治 情緒慢罵 只是對人 不看大局政情 和政治現實 就永遠都不夠共產黨玩的 加計數 行錯邊部 認真檢討好過互片 第一 那梁議員是講了下一步 看怎樣團結 是啊 另外一個就是Earthlink W 就說 300家 這次完全被民粹 和KOL 影響了 很多香港人 這次完全被公關工程 我和在座 我們一位現場嘉賓 Jolene 開了你的名字 美女 就是我們禁室的新主持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說這件事 就是說 其實公關工程做得很漂亮 我們是同意的 即是它是無瑕疵的 這個公關選舉 即是又感動又樂淚 又民主之苦 我們都看到了 但是 在這個公關工程背後 到底有多少真實的課 譬如有什麼真實的承諾 真實的 可以落地的 可以貫徹執行的 什麼政綱 是with executional details 或是你給一個vision出來也好 vision 我覺得是有的 有的 非常有的 團結啊 希望啊 與其信一個人 不如信每一個人 這些是有的 但是那些人自己會有幻想的 其實你說一句話就有幻想 美女走過你就有幻想 其實很簡單 七個字 情人眼淚出西思 情人眼淚出了低B 這次是吧 而且你說公關呢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 香港人有時候 真是很迷信公關 由商界到現在 這次普羅一般市民都是這樣 不是說包裝好 你就覺得什麼都100%正 那些人 那種商業公關的意識 都落在政治那裡 這兩樣東西其實是兩樣來的嘛 好像領會 搞很多公關工程出來 那你是衰革就是衰革 就是現在叫做領展 是不是 啊 那麼 例如那時候 領會那時候 做了一張海報叫做什麼 沉味時光 馬上就被人改了作沉你老母 那他們 真的以為 但是我知道公關做得好 我就做什麼壞事都可以 原來這件事 香港人是瘦的 現在真的見到有人會瘦 言歸政主 都在問梁議員 向前走 補選一個大的挑戰 往後的民主派團結 我就覺得 民主派現在不可以分裂了 不是啊 一向都分裂開的 很簡單 原警問題啊 其實我看到的就是 什麼呢 共產黨捨棄了莊曾 嗯 就叫林俊訂閱我做莊曾 那現在他就說 我 要搞和諧 對 那這個就是 那個泛民主派 怎樣回應 嗯 那泛民主派 如果他說 他是想和解的時候 那你不可以說給香港人聽 和解只可以莊曾做 這個Carrie Lamb做是不行的 Carrie Lamb已經是給了橄欖痴 你嘛 OK 是不是 那現在就扔回個波 給泛民了 就是說 如果Carrie Lamb 是做一些 真正華港的事情 那你怎樣呢 哈哈哈哈 很吊詭 很簡單的嘛 呵呵呵 很簡單的嘛 就是說 和解和諧 不是 23條可以立法 那麼 逐步逐步做 就是在普通法裏面做到的事情 我們先做 那麼其他普通法做不到的 就留待下回分解 那麼對於831就是說 我會做一個忠實的訊猜 如果香港人沒有共識之前 我不會做 香港有共識 我就告訴共產黨 那麼 香港人的共識是什麼 那你自己考慮 那Carrie Lamb也是這樣說的 是 Carrie Lamb exactly the same 那麼 那麼 那個問題就是說 Carrie Lamb說 Evil Johnson說 Lessar evil 我不覺得有什麼Lessar都差不多 我覺得是兩個政務官 為什麼你是看人不是看政角 因為你是看人不是看政策 其實所有人 除了一個小部分 我覺得是沒有守這個公關 工程 直接攻陷了 不是啊 很少人 但大部分人是Buy into the image Johnson是最大的公關 Exactly 禮拜六就說 Carrie Lamb被人擾摩化 其實他不是這樣的 給他一點時間 然後選到之後 都祝福了Carrie Lamb 就是說大家 現在要接受這個結果 給了機會 Carrie Lamb 如果你說 你生氣啊 到眼了 這個就是政客 是不是啊 星期五 星期六 他已經退另一個位 就是說 Carrie Lamb被人擾摩化 那我問 Johnson是否擾摩化 在這麼多競選論壇 喂 不要啊 你生氣了 已經到你眼了 喂 這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 即是 講什麼 我更加深印象的 就是胡官 問兩位政務官 就說 中地 橫州 橫州 你們到底為什麼會摸摸一下 然後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萬三個單位 然後 他們兩個就 哎 這個就是 Johnson 會主席是他 是啊 Johnson就說 我是土地 都道委員會 我開會的時候 CY 開會了我 Carrie Lamb說 其實我不關我的事 是啊 然後 說一下 就突然之間 有一句 就是Johnson 一個 叫做高朝偉 就是說 幸好我不是向 這個 林鄭報告的 這樣 然後 就沒有了 這件事 追下去 現場 是啊 現場兩個都不想再說下去 不想再說 兩個都不想 老實說 你出得來選的 你都已經跟689 割席的 其實 你看到689 2.0都跟689 割席的 為什麼就不攤大出來說 根本是 梁振英 他自己一個人走 如果事實是這樣 是不是 你不用疼著梁振英 你出來選 你只有兩條路 你贏的人 一定是輸的 因為梁振英背後的中央 如果你去 否定梁振英 就是否定中央 其實很簡單 我再說一次 民主三百家 就是說 如果你陰典的時候 麻煩你陰典增進華 我們是完全不接受 你陰典林鄭 林鄭的說詞就是 如果陰典我的時候 麻煩你給點零 講完 因為陰典 大家都跟香港很多人 去做民調的時候 我所言化 是一樣的 就是說 我認為誰好是不要緊的 到底中央是否接受 梁國雄和胡冠都是不接受的 所以他就是棄的 就是說 剩下兩個人 一個叫John Dunn 一個叫Carrie Lamb 我們將他 short list了 就是兩個人 就是說 如果中央 聽到薯片的聲音的時候 麻煩你陰典增進華 我們是絕對反對陰典林鄭英和的 建制派就說 不好意思 我是認為應該陰典林鄭我的 不應該針典 沒有人當這場是一個選舉 大家只不過是投機 買到底中央陰典的是誰 老實說 我覺得 either 你們民主三百家 所謂泛民那邊陣營 不計游離 不計建制 你們如果真的要表達你的立場 要不就是全部白票 三百張表 要不就是全部安於胡官 反而倒轉 因為胡官的政綱 反而就是你泛民要的東西 那你會否堅定 你的基礎 你要的是什麼 有一次就是 我跟胡官面論 全程直播 我問胡官 你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 長毛是搞局的 他出來就是撕裂社會 他是選不到的 所以他是愚蠢的 我說胡官 不好意思 今天之後 你就是我來的 的確是 那段片是在的 因為 梁議員 我其實覺得很傷心 就是你的同路人 就是我不開名 跟你一起做過節目的同路人 當你一出來選的時候 真的親疏有別地 就在那裡猛氣攻擊你 因為 很明白的 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你因為經過這麼多次的直選洗禮 你的確是有龐大的支持中 所以你要拿到公民提名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你看到他們是群起而公之 因為大家覺得你才是真正的threat 到你這個threat 被neutralize 之後 就去攻擊胡官 因為胡官 為什麼可以反超前有180票 而不是165票 怎麼可以入到閘 如果講大條庭的網上 不算我自己做的二萬多 網上是我贏了胡官 不好意思 莊曾是大約800票 我是600票 胡官是在後面 跟到氣咳 不好意思 就是我都不說了 我真的不說了 如果你說用戴耀廷那個 所謂公民推薦 我是排第二 我跟莊曾爭了2000票 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說你才是個threat 在初期 你拿不到公民提名 不夠帳 他就轉 那就是胡官 是不是 為什麼 那麼多人去人格謀殺我呢 就是說 他覺得人格謀殺你一個星期 你都玩完了 是不是 我解釋過很多次 是泛民變我才不變 策略的東西就是說 你的策略變我就策略變 老實說 說到今時今日 我可以不出聲的 我可以做花生友的 為什麼我出來做呢 就是我覺得我有責任做 是不是 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長毛真是活該 如果大家覺得長毛真是活該 請不要投票給我 我不會要你的票 不好意思 我講過一萬次 我是長毛 如果大家不同意長毛 不必投我 不用 多謝了 我是不需要吃啫萊之食的 不不吃啫萊之食的 這個就是中國文化 你講起中國文化 我看回香港 現在 就算民主運動 這麼多年來 或者最近十年 射運 有一樣 最令人不開心的 就是 他們是內鬥內行 內鬥內行 內鬥內行 這是民族性 阿楊 所以這個就是唏噓 拍羊 或者叫窩淚空 是呀 這個就是上光文化 你看看 你長毛永遠不會去攻擊自己陣營的人 除非是大家路線出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好像你那時候攻擊司徒說 你不是攻擊他 各個人 你覺得他這樣的行法是不行的 我也是有些掌握上路的 就是這個癌症上路 我再講一次 為什麼當日我會攻擊他 我在下面教協 在那裏示威 在上面 司徒說 對於李柱銘說 如果你不喜歡民主黨 你退出 那民主黨是李柱銘說的 當日李柱銘說 拿多兩個星期時間 讓香港人去考慮 因為當日 民主黨提出來 說要做那個所謂 超級區議的方案 是不能等的 共產黨說 對於一局 不調就不調 如果李柱銘說 還要不調 多給十四日 當時的司徒華領導的那派 就說 對於可以不夠調 不可以給時間 那你多說什麼 你可以退黨的 他簡直是這麼說的 如果李柱銘這班人 覺得要多拿14天的 麻煩你退黨 我才會說你是否要上路 你是不可以殺你自己人的 我今天也說的 麻煩民主黨裡面知情的人 出來說 我當天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會說你是否要上路 喂 李柱銘多拿14天是合理的 因為重大事件 沒錯 李柱銘多拿14天 給其他人去消化一下 給民主黨和其他民眾消化一下 才會說 Dale or not deal 如果No deal 麻煩你 You need to set aside 不好意思 麻煩你開些 我才會說 當然今天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Do or not deal 如果長毛是No deal 那全部都會說 就是這樣 我還是回到舊問題 大家還沒說 如何迎接777和香港民主運動 向前行民主派系 你說不能分裂 如何凝聚才能夠 怎麼可能能夠凝聚呢 是吧 思遠太深 其實很簡單 我們都是反對林鄭 沒有分裂 那就反對林鄭 集中火力 曾俊華說 給時間給林鄭 即是這個人已經不能做共主了 I don't give a fuck Hahaha Hahaha Who is John John Hahaha I don't give a fuck 真的很簡單 你不可能成立一個影子政府 或者做一個反對派的領袖 你已經說要給他機會了 封山寧 封山寧 John振如果現在已經不死 3721要去休息 先說基本上 你再叫他等待果陀 你懂那個方法 不好意思 如果梁議員 炮署發 如果梁議員說不用理他的 那民主派會不會 真的撇開這個先前的偶像 重新調教過 我覺得泛民主派都會這樣做 即是策略式還是武實 因為廟祝是不可以沒有夠石去拜的 OK 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人的崇拜是有歷程的 一種叫做圖騰 拜蜜教 就是不需要上帝 就是說 如果我是佛墨的人 我就會找一塊木去拜 我是彩石的人 我就會石 這個叫做拜蜜教 如果宗教有一個義理 即是說我們發明了一個神叫做耶和華 我們覺得耶和華是有義理的 即是說他是有一個論述的 OK 拜蜜教是沒有的 其實 戰爭就是拜蜜教 很簡單 直接要拿個石 直接要拿個利益過來 很簡單 即是法民主派跟我說 要順民意 但是所有的民意領袖 都是製造民意的人 即是說 Johnson其實是一塊木 一塊石 一塊石 也好 你將那塊石 請了回去 再建一個廟 然後崇拜他的時候 這個信眾便跟隨你 即是廟足造神運動 是的 拜蜜教 拜蜜教是人類最原始的情操 嗯嗯嗯 嗯 即是說 莊曾其實 連宗教也不是一個拜蜜教 即是說 有人去建一間廟 去領導拜蜜教 我去過南美旅行的 嗯 即是我去玻璃維雅也好 台灣也是 都是折古旺 就是足跡 台灣也是 你走一條街在台南 從街頭到街頭 都是十個 嗯 十步一廟 是的 那這個叫做拜蜜教 I don't give a shit 但是我想說 你說開宗教 這個我就精彩了 其實那些十步一廟 五步一廟 它本身呢 不是拜蜜教 本身不是的 本身你道家 是有很完整的論述 但是 他借用 但是廟足需要那塊石 需要的拜蜜教 因為他這樣方便 明白明白 方便他不需要 香火 香火第一 現成 第二 他不需要 從頭到尾搬出論述 出來 每個禮拜 和你做一次church 講爵鬚 又低成本 又高回報 很簡單 如果說台灣現象 就是 如果說中國的文化 余讀法合流 余讀法合流 就是 我忘記了哪個皇帝 就是余讀法合流 變成了一個國教 我忘記了 到底是梁朝的帝王 我忘記了 遇到法合流 就是說 我們中國人 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找一些圖騰來拜 最實際的 實用主義 其實不是的 其實 我現在覺得 將圖騰去變成一個義理 是需要一班人的 OK 不需要找教師 另外一個我想說的 就是 要不需要找教主出來 這個我想說的 就是 太平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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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 洪秀傳說 天父之子 他 天父上身 天父之子上身 其他的 其他 八王 就沒得說 這個楊秀星 我很聰明 就說 你是天父之子 我是天父 我天父上身 就回答你 人羊修傳 很修傳 就是說 大家都希望 有一個靈體附身 去令到自己的 authority 更加大 OK 那麼 我們今天就是 面對一個這樣的情況 善爭 是 就是 天父之子 那麼 不知道 是不是 如果 再說 就是說 林鄭 是天父之子 善爭 就是天父 上身 就是一樣的 就是說 我覺得 我今天說了太多 其實我主張和解 今天被你引上來 我就沒辦法盡情說 其實 泛物教 是人類 反祖現象 是啊 他沒有什麼技學就是反祖 宗教到哲學 哲學和宗教鬥爭 這就是所謂文系復興的本語 讀過哲學史都知道 因為 希臘的哲學被人荒廢了 那麼 就 由教士去解釋這個世界 就是 教士本身都知道希臘的原典 希臘的原典 在教士裏面 看了 覺得真的不妥 那 就是 那個問題 霍卿就是 其實是來源自宗教裏面的教士 看了希臘哲學 出來說 那麼 我們 我們香港現在是怎樣 嗯 還沒啟蒙 如果是這樣 政治上的 伯物教 經濟上都有 新籍崇大 你看最高的東西 越高 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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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高越好 這是我講過很多次 很多次了 但是 梁議員 你有沒有辦法想得到 就是 以民主黨派來計 是否可以 凝聚到目標 去對著 新政府 以反對派 共同出 你需要 夠膽去 即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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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 當有人說 長毛你是林鄭2.0 現在莊珍就收皮了 支持莊珍的人 當那個桃藤已經走了 他有個責任就是說 桃藤走了 他有戰鬥而已 老實說 當日就說 長毛你給林鄭上去 你真是PK 那你就搞定他了 which is not true 其實現在的說法就是說 投票的人 或者投票不贊成莊珍的人 有一個天然的責任 去put a fight against Cary Lamb which is not true 因為當你put了那麼多 weight 去...for Johnson的時候 就算Johnson decline了 就是說Johnson說 不好意思 我不玩 你就誤會了 那贊成Johnson的人 回過來 就要全力倒林鄭嘛 是不是 很簡單 就算是反對派 就是說326票對777票 就是一倍 我就覺得 如果大家反林鄭 我一定會去的 對我來說 所有... 有人吹雞的形式怎麼抗爭 但問題現在 我覺得泛民是舉例不定的 就是他還沒有消化賽果 泛民有聯合聲明我簽了 就說林鄭 麻煩你給我們一個刺激 OK 要求男男子 有個聽眾有一個留言很興奮 我覺得讀出來大家回答一下 他就說 他的名字叫Francesco Cipriani 他是我的... 這個叫Mozap的朋友 是嗎 朋友 OK 他... 你不是開餐廳那個是說笑而已 為什麼每個人都說民主是原則 追求民主是目標 目標可以不改 但是策略和戰術是可以改 那我想問 那你是不是用極權的手段去追求民主 其實這個... 是不是這樣都可以接受呢 全種有的 有一個教會很盛行的叫耶穌會 就是Juicis Juicis Juicis 就是說 手段... 目的會令手段成為正確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好的目的 所有手段都可以用的 我就反對 因為目的和手段 是有一個dialactic的關係 就是有一個辯證的關係 耶穌會是負責十字軍東征的 這個不明白 對耶穌會 就是說耶穌會來傳教 我們都覺得它是很... 令人刮目相看的 在明朝傳教的時候 就算你殺我也好 我也要來的 耶穌會的定義就是說 目的令手段成為正確 我就認為不是的 目的和手段是有關係的 這個就是了 手段是絕對不可能 誤導人們去 對另一個目的的... 就是... 變成正確 對... 如果說計劃的話 老實講 今天很多都是... 老實講 不夠一群人說的 在計劃下面有一個Tactic 是呀 戰術下 一個叫戰略 一個叫戰略 一個叫戰術 這個讀過戰爭的兩人都明白的 就是說 其實泛民都沒有講過戰術和戰略的關係 他講策略 不知道他講什麼 對... 對... 那Strategy 就是策略 滅賭 我不是說 你問澳門的小島都可以嗎 他覺得哪一邊機會 帶他馬來哪一邊 那就是Strategy 不是... 那個Tactic... 現在其實... 泛民呢 在Johnson那裡 就是... 因為他覺得... 要購買Johnson 而另一個和解 這個就是那個... Goal來的 OK... 那... 如果講策略就是說 我們all in Johnson 那... Tactic是什麼呢? 沒有Tactic 只有Strategy 其實... 泛民的那是Tactic 就是說... 如果all in Johnson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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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現在... 最新情況就是 起碼叫做Tactic 埋位 就簽了一個... 聖明 聯想聲明 就是要求林鄭給他一個橄欖枝 是的 那... 那什麼形式橄欖枝 你怎麼接受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另外還有一個... 如果... 如果... 莊珍真的肯出來 不喝咖啡 不看法國電影 就出來 下海... 參選 下海... 那... 泛民... 願意捧他做共主 你長毛 會不會... 支持他做共主? 我就是覺得... 批判地支持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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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個人出來做共主 他是... 就是適合我們的Strategy 我就... 支持你 嗯... 但是我... 我又說... 是 就是你要... 你不會義無反故地支持曾俊華 Being very critical to John曾 就是要用我... but I do agree of your strategy 哦... 哦... 如果... 如果 John曾回來再做共主 又真的有個策略 真的可以擺到... 那就是很簡單的 他... 他批判... 胡官那些我都會拜他 OK喔... 我想得過... 那如果胡官出來做... 反對派共主呢? 那我就覺得... 如果 John曾做的話 我也會... 就是... 就是... 魔鬼蝕握手 魔鬼蝕握手 這些策略 所以... 基本上是有一個可行的方案 如果真的的話 就是... John曾...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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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回來肯參選 參選就拿過政綱 就是符合泛民的原則 其實... John曾真的不用參選 因為... 是... 是... 就是... supported by... 黃絲 他真的不用參選 OK... 一報名就搞定 很簡單... Nelson Mandela 也有過程 Nelson Mandela 就是囚犯來的 是... 他獄中指揮大國 是... ANC嘛 OK... 即是... 如果John曾肯爬頭 即使不參選 也是會用民主派的原則 這就是我講的三個category 就是careerist politician statement 即是政治家 政客 和一個... 是... 找份工作的人 OK... 那... John曾... 現在我覺得他就是careerist 即是找份工作 而已 如果他要進化到... politician 都不要緊的 Statement才是重要的 OK... 即是... 有沒有人現在去動員 去生氣John曾出來做這件事 那... 我真的不知道 OK... 就是... 大家要明白 我這個人 以戰論戰 冷血到爆 其他那些意見 就是一回事 我就抓著梁議員 就是問戰略的 問清楚 如果John曾肯回來做共主 不論什麼角色 然後他採取... 不是有共識的 有共識的 就是23條 沒錯 原則上是符合泛民的要求的 就是這些政策上是符合泛民的要求的 當John曾沒有來犯這個初衷 就是說 我們fuck you 八三一 接著就是 23條 不用談 當John曾是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那當然是共主 要求人不太高 要求不太高 要求不太高 我的問題就是 Why John曾 but not anyone else Well... I don't know about that 要做人氣最高 為什麼不可以是第二個人 提出真心誠意 你錯 不是彈弓手 女王... 你不明白 法文有個潛台詞 他沒有說的 就是 當我們同意的時候 中央都同意 胡國興和長毛都是不同意的 所以 You need to set aside 就是說 林鄭和John曾 其實我說了很多次 法文就是 我同意你去 祝福John曾 就是 Not Carrie Lam 就是 泛民也是說了 都知道就是說 如果沒有中央的首肯 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你解釋不到 但這個是不是 都是一個表錯程 就是 你 法文以為 中央首肯了曾俊華 給他辭職 給他參選 你事後說沒有意思的 因為已經陰電了 他已經決定了 因為某些原因 不肯陰電了 我現在倒轉 就是 他們之所以 他有理由 你之所以 你們會全入他 因為你覺得 只有這兩個人 中央會接受 其實這個本身 現在出來 就是一個錯判 這個錯判 在第一次 是怎樣 建立的呢 我們知道 我們才可以 避免下一次 再有這個錯判 那就是說 那個說法就是 當大家都覺得 中央認可的人 才可以去 做個 contest的時候 我們就是 承認中央 有最後決定權 我們感動中央 就是 香港的民意是 for John Dung Give him a break not for Carrie Lam 是不是 那就是說 我說過很多次 三百家 All in John Dung 就是 反對中共 陰典林鄭 歡迎中共 陰典 陰典 就是 In the end of the day 我是有條件地 反對陰典的 如果你選擇到 我喜歡的東西 你就可以陰典 OK 即是 盲分瓦架 沒錯 就是張超若元 那個說法 調線說 就是說 如果你是家長 如果我的愛郎 或者我的愛人 是你選的 我就服從你了 你是家長 都沒有所謂 就是反過來說 蕭國的說法就是 如果家長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老婆 可以選擇 什麼 你的伴侶 如果你是我同意的 我就會守恨你 其實這個是一個 逆逆 就是逆定理 是不是 就是說 我們現在說 你是家長 不要緊 如果你選擇了我對的人 我就尊重這個家長 就是最重要 文婚瓦架 不要緊 你選個帥哥的給我 可以了 老實說 在這個 中國的孟婚瓦架 時代 是很成功的 是啊 女生看到 原來新郎 很英俊 現在是 這群人本來在追求自由戀愛 突然之間 其實只要你選 你陰典我 你幫我選個老公 你搞我的愛人 就行了 我平時拍開那個就行了 但是 你自由戀愛 開的嘛 你應該不會 這個孟婚瓦架的制度 但是現在吊詭的 就是他們突然之間說 你只要陰典莊僧 我接受 你陰典carry lamb 我不接受 Exactly 所以 郭國興和常姆是 你不陰典她 那她就要set a slide Exactly 我今晚說了這麼久 都是說這件事 是不是 我反而就是說 我是很興趣 就是說 他們怎樣 可以come to 一個距離現實 這麼遠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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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convinced by 習派 就是convinced by 成報 我也是 我也覺得 其實我的說法就是 我不管你說什麼 不可以落著 在任何一個中央陰典的人 我們要將三百幾票 寫下去 現在有人問我 長毛 那你認為三百幾票 頭白票是有意思的 我是有意思的 I'm not going to fucking cope with you 我不做你的戒衣相 是 是 是不是 那 其實831 原本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說 初衷 就說不好意思 我不會讓你用831 選了三個人給我選 我選 是不是 那現在今天就是說 不要緊 你選兩個人給我選 我也選 現在不是 變相實踐了831 Exactly Exactly 這個是由始至終我這麼反對的原因 如果中央選到一個 我有得選的人 這個也是 今晚再說幾句 在2014年的中旬 就是說 有三個方案 一個叫做 公民提名不可或決 而真普選聯盟裏面 就有一個 有競爭性就可以了 嗯 那競爭性是什麼呢 就是說 就算中央 是五點幾個人 只要泛民有一個入閘就可以了 嗯 其實就是這樣 當時是有這樣說的 彈球入閘 是的 那就是說 你頭兩三屆都可以入閘的 你有楊鐵良 你有傑哥 你有我還有 其實他不是這樣 就是說 你讓我入閘選普選 楊鐵良 傑哥 李永達 何順仁 都是沒得普選的 嗯 那泛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給我 有一個人入閘就可以了 Whatever Whatever 那你給我在那個 那裡選 那 那 其實這個是比較複雜的 現在 到底泛民 是不是爭取一個 831的決議 就是說 2-3裏面有一個是泛民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泛民表了太美 這個作為一個後續的跟進手段 就是 明知今次都已經豪賭輸了 其實 胡國卿是進步過 泛民的 因為胡國卿就是說 很大那個選委 是的 胡國卿是不同的 胡國卿就是說 831多餘的 他不用831 他不用831 831是多餘的 胡國卿就是說 在將來的 提名委員裏面 只要拿到12.5%的人 就可以出來選了 那他還要加大那個 降大了選委 是的 加大那個選 這個提名委員會的人的 他就說 我們達到100萬 200萬 200萬裡面 我們在選委裡面 一定是有機會 用那個提名委員會 提委裡面 我們可以出道 那才是2-3 那如果我們在2-3裡面 那我們 可以再普選 是的 普選 胡官其實走得比傳統法文 更前很多 應該是胡官的說法更清楚很多 其實是泛民自己自知麻煩 泛民的立場 如果說 以撒民黨 我們完全不在乎 今天泛民推到就是說 如果裝憎 總共裝憎 在現在這個 所謂 由這個選委會 自堅自導自演 選委會裡面 有12.5%的人 是給他做candidate 我們收貨 這個candidate 最重要的就是 到底中央是不是 那一個candidate 如果 如果 100分之100 最少有7個人出來選 對不對 8個就沒有了 不會撐得那麼好 8分 就是這樣 OK 那你會不會推動這件事 要泛民吧 要再想過 就是胡官的方案 會不爭取 有沒有想過 我就認為公民提名 是包含的 OK 原則上來說 如果我長毛定了一個 三萬三千七 三萬七千七 三萬七千七 或者是誠意 誠意 是七萬四千多 那你要 我經常說 你喜歡捐珠圈 即是說你喜歡 在那裡 我不緊要的 我要拿回 我的公道而已 如果我拿公道 你從珠圈捐出來的 那我和你競爭 OK OK 但其實這個已經是 曾普聯就是說 那個不可或絕的事情 是的 我回想一下 就是 成報大紀元 都騙了不少人 我又被他騙了 很多人都被他騙了 相信原來其實曾俊華 或者我更誇張 我認為胡官有機會 那好吧 為什麼他會這麼大費 周章 go this far 去mislead香港人 其實是不是 我認為 其實是不是就是要你們現在 現在有個聲音出來了 我先說一下 就是說 現在的人在那裡扔了 扔心了 就說 早知道過831 我們有得選擇 那John曾就有得贏了 有這個聲音 不少 831他有機嗎 831他有機嗎 入閘都未必可以 不是 他們覺得可以 包括大田也這麼說 大田就說 現在你們這些罪人 這個就是蔣麗雲 駁了梁家傑 我和他一起做節目 如果你認為 John曾 是有機會過六零一的 那你就贊成831 因為John曾有得選 蔣麗雲就打算了 蔣麗雲就打算了 蔣麗雲也打算了 蔣麗雲也打算了 打算了 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認為 John曾在今次的小營市選舉 都過六八零一的時候 贏了 即是說 在這個831裡面 他也有六八零一個提位 即是他有選 如果有選的時候 那如果VS選的時候 他就贏了 結果他沒有打算了 他也打算不了 如果 我再說一次 可能大家不明白 如果大家認為 John曾在未選之前 有機會 由民資三百家 加建制派 是拿到 六八零一票 整的時候 贏了 即是贏了 因為他提名已經過了 那為什麼不 在831的框架裡面 有提名委員會 給六八零一票 他去選 那麼 於是就贏了 這樣就贏了 結果是回答不了 因為我看 其實選舉整個過程 我一直看著 即是由早上九點鐘 即是八點幾鐘 即是八點幾鐘 即是八點開始看 就是兩位候選人 一號二號 到了 這樣 那你見到 就是我們在說笑話 七七七個妝 直成 好像是 很潮勢 不是好像在殯儀館 被人化完 然後入了櫃堂睡了 一會兒回來 是我的朋友 然後 我們還看見 曾慶華 仍是很義氣風發的 仍是射大拇指 覺得自己 有機會 但是 當你開始見到 一些選委進來 個個搶著 跟林鄭拍照 嗯哼 接著 Cold shoulder John Zung 那時候你已經開始見到 John Zung deflate 即開始流氣了 開始 臉部就已經 不太笑得出 開始慘白了 這樣 這個就是reality hits reality bites 但是 一開始數票 大家已經知道 不對勁了 因為林鄭領先太多 但是這個時候 NOW TV 就訪問大田 大田就說 你們不應該 否決八三一 八三一 如果過了 你們同意了 你現在就可以選贓爭 他這樣說 我就覺得 就是用剛才長毛說的 他先拿六八零一 他拿六八零一 你先說 事實上 他連拿一百六十幾票 都是行的 你能夠入閘 你知不知他之前 做了多少個閘在這裏 是吧 我覺得蔡麗雲博 梁家傑 就是令到梁家傑 答不到 如果你覺得 在小英子選舉裏面 有六八零一票 是會 給John Zung的時候 那為何要在提名委員會裏面 有六八零一票 讓John Zung出來選 然後 用Russian Subpage 幫忙碌加薪呢 他應該答不到 他應該完全答不到 對不對 就是 講得 講得 這一局 是有道理的 是不是 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如果 阿爺讀過八三一出來 就愈看愈可愛 因為他就不會輸 就是 壯家痛殺 你這麼多道閘 你怎麼可能輸 你不就變成澳門這樣 有一個候選人 你就自動當選 或者選一個差不多的候選人 其實很簡單 他說現在 八三一 他不是說 一個選票可以提名兩至三個人嗎 沒錯 而要多過六八零一票 這個叫機構提名 即是說 All in or not 即是說 要是機構提名 六八零一票可以提出 選委作為一個機構 是 我明白 但是他們同時可以提名兩三個人 所以你還以為 二至三個 二至三個 所以你以為 二至三個 他沒有說 最多三個 最多三 所以你以為 你是會有兩至三個候選人 但 其實可能兩個 也可能只有一個 對 對 對 如果再收窄多一步 他就說 以後 選委只能 選一個候選人 那就直接值得一個候選人 也會自動當選 明白 但這個你不可以奸他 他說二至三 是 不是我奸定他的 因為他的走勢是這樣 二至三個 是哪三個 如果是小英子選舉 莊珍也過了六零一的時候 即是說 就算是八三一的時候 莊珍也過了六零一 即是他是個選舉 而你 他就選到 結果博不到 如果你今屆認為 是六零一都可以的 那為什麼 八三一不行呢 選位就是提位 他回答不了 好啊 那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莊珍 真的願意出來做共主 泛民大多數都 認同了 願意撐了 你覺得莊珍有沒有能力 去統合這個 反對派的力量 絕對有 梁議員也說了 策略上會支持 只要他說那個 政黨是符合泛民的要求 不是 我在說他的個人能力 不是你的策略 你收個質問 那張曾我怎麼知道他是什麼人 不是 我很懷疑 因為我一向都不信任政務官的 那個系統 是有政治能力 他有執行政策 那你要移中留情 是不是 張曾出來 當然張曾現在很不堪 我覺得他真的很不堪 星期六就說給了一個機會 林鄭 那你以前攻擊的林鄭是什麼 你說 林鄭被人妖魔化 你沒有份嗎 麻煩 麻煩 張曾 我現在跟你說 你沒有份妖魔化林鄭嗎 妖魔化完之後就說 她是被人妖魔化 那你沒有份嗎 你那個所謂 林鄭那個叫什麼 就是她以前的正座 在明報做那個叫什麼 肥仔 肥仔什麼 沖嗎 肥仔沖 沒有份嗎 那你就是妖魔化林鄭的嘛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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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 那妳要摩化完之後 別摩化著 妳們說什麼 就是 很簡單 妳那這件事 都沒有 是不是 妳要摩化人 到了妳有機會選摩的時候 妳我就說 可 Может 不要妖魔法 你就在說什麼 看看他有沒有政治家的本領 如果要團結泛民的話 OK OK 今晚我跟你說 Whether you are a careerist or a politician or a statement You make your choice If you decide you are a fucking careerist OK 梁議員下戰輸了 你敢不敢接 如果你真的想為香港人做事 其實泛民要團結 其中一項可以做的 就是胡蘇仔 真是承擔政治家的責任 很簡單 耶穌 最短的聖經就是 父阿 為什麽 耶穌哭了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Christ 他之前一句叫做父阿 為什麽你令我如此 OK 即是說耶穌本身 是那個父親 叫他來人間犧牲的 他也有 hesitation 不是 即是到他要斬數的時候 即是要斬數 well you want to compare yourself 如果胡蘇仔又要團結社會 要和諧 即是兒子私 哥哥 你要先扔十字架 即是梁議員開了條件出來 看看你有沒有政治本錢出來 即是要剃造和諧 即是否有政治本錢 Shirley Mou就說 這些是選舉完後的禮貌表現 長毛 I don't give a fuck 梁議員已經給你抓縮了 很簡單 你當初是妖魔化林鄭 那你就說 大家不要妖魔化林鄭 I don't give a fuck You are hypocrite John John you are fucking hypocrite 你罵人的時候 就罵得這麼爽 餐餐都要到位 當你有機會選輸 就說不好意思 大家要魔化 當你選輸之後 就給點時間淋擠 I don't give a fuck 是不是 到底你是一個真的人 還是一個假的人 是不是 很簡單 如果你是 覺得你是要給一個 Gentlemen說給 林鄭的時候 你講清楚 是不是 如果你說是 就是禮儀式而已 我都不會反對你的 是不是 即是我覺得 今天 你講 我就是 不妥妝真 也不妥妥林鄭 浪費時間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你林鄭和莊珍之間 怎樣拆掉 那就是我 你收拾我的 question 有沒有第二個 陶藤可以出來團結到泛民呢 除了莊珍 沒有了 其實是撞得太厲害了 即是愛驗了 是的 愛驗了 老實說 李柱銘 黎智英 所有人都 曾經試過陳方方生 是 就是 承受了他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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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恩珍 Decline 那就是 你會Decline 即是泛民輸光了 那就是 看看香港人 那時候 香港人有沒有 記性 如果沒有記性 很簡單 我就認為 張恩珍 今天就是要他出來 去 表態 是的 表態就是 我是香港人的希望 我很感動 大家給了那麼多希望 那麼希望是什麼呢 那是不是好似魯迅這麼說 希望與虛妄正同呢 這個是我認同的 因為你莊珍 你動員了這些問題 其實很多東西是市民主動去支持你的 以及泛民的endorsement 是的 最重要的 你是應該 就算你選不到 你說不公正什麼都好 你應該 給回一些回應 給這個支持你的 一般的市民 老實說 你的苗粥 那麼多香火 你也要多謝那些 千香油的 那當然啦 你解之痴 麻煩都 解得 給心機一點 不可以說 嘿 香油 給了之後 那個廟都好像 經營不下去 算了算數了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那現在的石頭 就隨時會搭飛機 就去到 不管三七二一先 是的 去了另一個國家 給別的神敗 他當然不管三七二一 都算了 我覺得 我喪生是 公道的 其實他 就是 不止明感覺得泛民 神女有意 神女有意 傷亡無無無 OK I'm sorry 就是不肯帶這個光環 是的 神女有心 傷亡無無無 即是有需要的時候 你們就給我光環 是不是 到我要承擔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走了 所有識中國文化的人都知道 神女有心 傷亡無無無 OK 不就是泛民有心 進華無無 我們的詩人 是為了這件事 寫了不盡的詩篇 OK 神女有心 傷亡無無 是的 沒錯 李襄隱又有寫過 很多人寫過 希望胡叔仔 肯 真的認輸 我給了一句 說話給 Johnson的湧頓 包括泛民 就是 可憐夜半虛前夕 不聞傷 不聞鬼神 不聞鬼神 還有上面那兩句 孫失求言 仿俗神 就是 漢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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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要找一個 被他驅逐了 即是在野的人 就叫了 賈兒去 就是 賈生才叫 雨無倫 他叫了賈生去 他就不是問賈生 到底有什麼東西 他就說 可憐夜半虛前夕 不問蒼生 問鬼神 即是解下夢 假如 我現在有些問題 要你解了他 這首 這首詩是李襄隱的 這首詩是李襄隱的 我再說一次 就是 孫失求言 仿俗神 是不是 假身才調 雨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夕 不聞蒼生 聞鬼神 這樣很簡單 這個用下去 莊曾那個是很清楚的 是不是 那你泛民覺得 莊曾是你 就是叫做 漢孫宗 就捧了他 就叫莊曾來 莊曾就說 不好意思 原來是這樣嗎 我不是 我只是想做特首 對 今晚就結束了 老實說 我都被你引了上來 說這些 其實我真的不要再想 再想挑 想不知一點 我就積極一點 問向前戰略怎麼玩 好玩就是這樣 但也想了解多一點 我就給劉宇石的詩 沉舟則半千犯過 就是了 OK 就是 過去的過去 OK 向前望 是嗎 看看下一段 補選也好 會不會有共主也好 密切留意 是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呂王 OK 還不肯上鏡 呂王